年近歲晚,警方抓了三個由內地偷渡入境賺快錢過年的男人 其中兩人來自廣西,一人來自廣東 三人當中有一個是退役解放軍 他們涉及新界西和西九龍至少八宗豪宅和明甸爆涉案 涉款1293萬港元 警方深入調查後 星期四凌晨4點多 出動飛虎隊賀槍實彈 爆門攻入八鄉一間鐵平屋 拘捕了三人並帶回警署考察 間鐵平屋位於八鄉大江布長江村位置偏僻 屋外有牆圍著 外人就算經過都看不到內貌 警方在屋內起回大批裝物 包括280萬元現金、小量外幣、大量名標、鑽介、鑽石耳環、 浴器、金頸鏈、手袋和手機等裝物 總值大約517萬港元 警方同時有檢獲大批爆涉工具 包括強力夜視望遠鏡、攝影機、油壓鉗、手套、鑽石鑑定器、 胡椒噴霧和尼刀等等 鐵平屋的護主李先生 大約三個月前已月租2000元 租給一個自稱是裝修盤頭的男人 他當時說要租屋給伙計 當時說要租屋給伙計 當時說要租屋給伙計 當時說是車頭的 都是車頭的 車頭的 車頭的 對 這些是火箭 想不到 想不到 真的 他打碟 又槍又刀 這裏沒有什麼 收起來了 沒有 三個疑犯租住的屋大約500呎 一房一廳 配備煮食工具 也擺放大量飲品 包括牛奶、啤酒和汽水 睡房內有兩張椅架床 桌上有幾個兩腳插頭、鑽插和手機充電線 估計疑犯打算長期留港犯案 目前警方正追緝一個幫他們租屋的港人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